有鉴于花莲地区交通事故出现增加的趋势 经统计主要有违规转弯、闯红灯 车速过快、行经路口未减速、不宜耗制行驶 未注意前车状况 为了喝止交通事故攀升 花莲县警察局表示交通队局各分局 从5月25号起实施一周一专案交通大执法工作 花莲县警察局表示 经过分析这些交通事故的造势原因 主要是违规转弯 闯红灯、车速过快 行经路口未减速慢行 没有依照耗制标志行驶 未依规定让车以及未注意到车型状况的造成 为了遏止交通事故攀升 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与各分局 从5月25号开始实施一周一专案交通大执法的工作 今年109年1月到5月17号 跟去年同期的A2以上的事故 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6件 增加比例高达24% 所以这个事故的发生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也从这个事故里面发现 我们在我们花莲市区 这个花莲县的道路上面 行驶的驾驶人的用户观念越来越 这个违规案件越来越多 那我们局长也看到这个状况 对于我们事故的防治的工作 有在加强的弊样 所以有特别指示 就是我们从5月25号开始一周一专案 针对我们造成事故的违规原因 我们的强力来加强交通执法跟交通教育 那我们不是以开单为主 希望藉由我们一周一专案的工作 来导正驾驶人的一个违规观念 跟侥幸的一个驾驶行为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每一周都会有一个专案 包括刚刚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 违规的两个人所在超速闯红灯 甚至酒驾还有违规停车 这些的驾驶人经常犯的违规行为 我们予以导正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林苏惟表示 指法只是手段防治交通事故 才是主要的目的 同时也呼吁所有用户人 都能够建立尊重路权的观念 以及培养礼让的精神 为了自身与他人生命的财产安全 应该确实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他人一时的便利 或因为一时的疏忽 危害其他用户人的路权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